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伟博老师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一个盘后解盘教学的一个节目 今天要来跟各位谈什么呢 今天要来跟各位谈一个 股市的操作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叫做停损 我想大家在股票市场从事这么久的一个时间 只要你有操作过股票应该都听过这两个字 我把它写一下 应该都听过停损这两个字 但是到底停损在股票市场里面 应该是怎么样去做设定 每一个人 每一位分析师也好 每一个投资者 对于这个停损的概念 其实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定义 那什么叫做停损 其实顾名思义 就是在股市或者是股票的操作过程当中 产生了跟我们预期所不一样的方向的一个状况 我们执行出场的一个动作 将我们的一个资金以最小的一个亏损比例保存下来 你留得青山寨 你不怕没柴烧 很多在股票市场上面长期操作 为什么不赚钱的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时间在执行停损的过程当中 他不晓得要去做这个动作 那以至于你的亏损的幅度就越来越大 当你错失掉了第一个停损的一个时间点位 那其实到后面你可能会停损不下去 当你停损不下去 你的股票也好 你的投资部位也好 它一直产生下跌会亏损 你会觉得 反正我之前都没有卖了 对不对 那我干嘛要卖掉 所以很多的一个操作的过程当中 产生大幅度的赔钱的机会 都是在于停损 纪律或者是停损的一个意识上 它并不是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来跟各位谈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叫做停损 那停损是如何做设定呢 我想这是很多人很多人的一个 一个对于观念上的一个认知上 我认为会有产生所谓的错误 比如说 有的投资人他用3% 3%的一个下跌幅度 当做一个停损 有的用5%当做停损 甚至有的用7%当停损 我还有看过就是 一般来讲 波段操作以10%当停损 其实我们在停损的一个范围过程当中 我个人认为 不应该用百分比去当做停损的范围 比如说如果你设定3%做停损 结果他跌了5% 他就开始往上涨呢 你的停损的区间的设定 如果范围过于太小 或者是你的停损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的那个判定的价值 判定的一个基准 他并不是非常的准确的话 你往往会发生一个状况 就是停损完之后他就开始涨 你会发现你每一次都出现这状况 你不卖 他一直跌 你卖掉他开始涨 是不是有这个状况 那如果停损涉10%呢 好当停损涉10% 我们以100万的资金去做判断好了 那是不是跌了 赔了10万块我们再出 那如果他并不是说赔了10% 当下跌到11% 他就出现止跌呢 所以停损其实它是一个艺术 停损也是一个在股市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我认为停损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利用本身你进场的部位 你所操作的周期去做决定 而不是比如说设定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 当然百分之多少的幅度去结合你的技术分析 我并不能说完全是错误 但是我们在停损的过程当中 你的一个买点跟你的停损价位 它的幅度当然是越小越好 微博老师来用股票来跟各位做举个例 这是今天的台北股市 今天台北股市跌了127点 我想我在盘中的一个节目 我已经讲了 今天的价位不能跌破哪一个价位 所以今天已经跌破 所以整个盘市有出现了向下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 就是今天要跟各位做教学的部分 我举一档股票例子来跟各位做说明 这档股票叫做3169的亚信 今天的亚信达到跌定版 今天的亚信是跌定版 好我们看一下亚信这一段时间的一个 K线的一个走势 那我们可以发现亚信 他这一波最高点是来到了50块钱 然后今天最低点来到36.4 今天是跌定版 而且是出现一个跳红缺口 对不对 好我们如果说你操作亚信的位置点位 看你的买点是在哪个地方 我把它还原全息给各位看 这是亚信过去的这一段的一个 还原全息的一个K线图形 那你把它这个地方 大概拉了一个上升趋势轨道线来看 之前的我们的节目 是不是有跟各位教 怎么去画上升趋势线 对不对 好那整个上升趋势线的亚信 他在这个位置点位做了一个跌破 在这个位置点位做了一个跌破 也就是说当这个位置点位的亚信 确定做跌破的时候 他代表什么 代表他的趋势 由原本的多方趋势转为空方趋势 所以如果说假设 我们做举例 你的买点是买在这个位置点位 你的停损点位 你就应该设在这一条趋势线跌破的那个时间点 而不是应该设定百分之多少 如果你假设在这个位置点位做买进 跌破了趋势线 你就应该做停损卖出 这样懂我意思吗 举例 比如说这个位置点是不是也是来到了 那个相对的一个趋势线的支撑 所以相对趋势线支撑 来到这边的亚信 他就应该要有 支撑的力道 如果他不是往上涨 他跌破了 当时候他是跌破了这一条趋势线 那你就要做停损的一个动作 这样清楚吗 你的买点跟你的卖点其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反过来讲 如果你的买点在这边呢 如果你的买点是在这个位置点位 那难道你的停损是要设定在这条趋势线吗 错误 如果你的买点是在这个位置 你的停损点设定在这一条趋势线跌破 那未免范围太大了 为什么 因为这边的话大概是介于48块左右 这个停损点位大概是介于44块左右 这样子的停损幅度是10% 当然你要在这个位置点位停损 我并不能说你错 但是假设你的买点是在这一个位置点位 你的买点是在这一个位置点位 我们把它圈出来 因为我要做比较了 我要做比较 如果你的买点是在这个位置点位 难道你的停损是在这边吗 如果这边的话你假设把它停损掉了 就像这个地方跌破你把它停损掉 它可能会有出现假跌破 结果又往上做反弹 它又弹回去原本你的价位里面 你就会发现你的停损位置是错误的 所以你的停损应该是依照你本身的买点去做设定 你的买点的位置点位 如果你的买点位置点位是在起涨位置点位 你的停损应该就是跌破趋势线 但是如果你的买点是做追高 你就应该用K线来做停损 什么意思 我们做个举例好了 比如说 这个是亚信 我们比如说你的买点是在这个位置点位 它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跳空缺口 我再画一次给大家看清楚一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跳空缺口 跳空缺口 然后过了这个价 很多人看到突破的时候 他就在这个位置点位去做所谓买进的一个动作 当你在这边去做买进的时候 他就应该是要往上涨 他并没有往上涨 亚信在过了几天之后 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跳空 向下的跳空缺口 当他出现跳空缺口的状况下 他直接跌破了 我们把这个 游标把它移出来 来 各位有没有看到 亚信的大的成交量是在这一天 有2360张 还记得微博老师在前几集的时候 我们有跟各位教成交量在基础判断上面 他其实在大量区相对的位置点位 他会是一个支撑 所以从这一根的一个低点位置点位 他应该是亚信的一个支撑位置点位 结果亚信竟然在这一天的K线 他形成跳空开低之外 直接跌破了这一个2360的一个大量区 这个大量区直接做了贯破做跌破 所以如果假设你的买进的位置点是在这个地方 那你的停损点应该就是设定在这一根大量区的一个低点位置 这样各位清楚吗 好 如果不清楚 我们再给各位做其他的例子来做说明 这一档股票叫做2408的南亚科 2408的南亚科 今天的南亚科跌了7.2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 如果你是在这一天去买南亚科 那这一天的南亚科的走势 假设你看好它 你去做买进 那你的停损应该怎么做设定 好 我再讲一次 当这一天的那个南亚科 你假设当然他没有出现买点 他不管是从KD指标以及MACD指标上面 他都没有出现买点 但是假设你是在这一天去做买进的人 那他的走势隔天竟然跳空开低 并且跌破了前一根K线的最低点 他形成叫两日K线的一个贯穿空方讯号 还记得我们之前跟各位教学的K线的一个理论吗 所以在K线的部分很明显这两日K线就已经转为空方主导 所以假设你是在这一天假设是7月10月7号去买了南亚科好了 你在这一天你就必须去做停损的一个动作 而不是设定5% 假设你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以当天的收盘价81块去算 如果你是设10%的一个停损点的话 是多少 是8块钱 所以你想说我只要跌破了73元 我就把它做停损 那如果当昨天的K线 昨天的南亚科K线跌到78.6 他已经出现了破线破价的状况 你应该执行停损动作 但是你的停损是设定10% 结果今天的南亚科直接跌到71.4 你原本设定10%做停损 你到今天才做停损 你的损失会增加到12% 甚至到14% 那如果下个礼拜一 因为明天开始是双十的国庆廉价 如果下个礼拜一再继续往下跳空下跌 那你的第一停损点你就失去了 那你就停损不下去了 你的损失就扩大了 所以你的买进位置点位 跟你的卖出位置点位的停损点不一样 那如果说过去时间 这一段时间的一个 整个一个那个 南亚科的趋势走势在这边 你可能会用这一个趋势线当做一个停损 那其实每一段每一段的趋势线的画法它并不一样 你应该是以这个地方当做停损 而不是以这个地方当做停损 这样清楚吗 每一档股票 它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你就要意识到你的停损点应该怎么去做设定 我再来举例一档股票给各位看 这档股票叫泰博 今天的泰博也是亮出跌了7块半 跌了7块半来到125块 来到125块 盘中整金对低跌到123.5 好 那以这样的一个泰博走势 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以来 它是沿着这个上升轨道里面就做进行 如果你的买点是每一次都是买在 它的一个相对的一个趋势线的支撑点位 那你的停损点应该就是这个位置点位 这样清楚吗 每一次只要你的一个相对的停损 可以控制的好 那其实你相对冒的风险也不会很大 你只要买在每一次都是属于起涨的位置点位 那你只要不要破起涨的趋势线 比如说以那个泰博来讲 泰博过去以来这个趋势是这样子走的 那这个位置点位它是不是突破了趋势 假设你在这边做买进 这个地方做买进之后 它是往上涨 没有问题 那如果它往下跌呢 那你的停损动作就应该设在哪里 我们做个举例好了 这一天的泰博是不是一个亮出的一个红K 是不是亮出的红K 所以在整个趋势线做突破的过程当中 它就已经出现了什么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它出现了一个买点 我把它写一下 出现了买点 对不对 好 那这个买点出现 假设你是在这边做买进 你的停损点设哪个地方 你的停损点应该就设在这一根红线 也就是亮出的红线的地点 如果它不是往上走 结果它跌下来了 破了这个价 那你就应该做停损的一个动作 这样同学清楚吗 这样同学知道所谓停损的概念吗 当然停损是最基本的 它并不能说我只是学会停损就会让我赚钱 学会停损只是让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把你的风险降到最低 但是如果你要赚钱 你不应该设定 就是错误的停损 你就算设定正确的停损的位置点位 当它涨上去 你也要设定所谓的停力 我想我们今天的一个盘后教学的一个节目 主要是针对停损的部分来给各位做教学 未来我们还会有针对停力的部分来跟各位做教学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一个节目 那可以帮我关注或者是帮我订阅 就是分享 让更多人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节目 那我想我们的今天的停损的教学 就先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那因为接下来明后天连续四天的一个国庆廉假 我也保持在这边 预祝大家在国庆廉假平安顺利愉快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